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7月28号星期日 习近平最后还是怂了 允许菲律宾向仁爱骄润送物资 当时我就说了 我说这就看怂不怂了 如果不怂的话 就是强行不让送 那过不了多少天 他们就断水断粮 人就饿死了 饿死渴死了 或者就跑路了 那可能这事就解决了 对不对 但是只要一送物资 那就不好说了 那运到什么时候去 三年也是他 五年也是他了 对不对 那不管怎么着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7月27号就处理菲律宾向仁爱骄 运送补给品一事 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问说菲律宾外交部发布消息 说27号上午 菲律宾对仁爱骄军舰进行了物资的运补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 说根据中方就管控仁爱骄局势 从非方达成的一个临时性的安排 据说因为上次达成过一次 达成一次他们不承认 还把他们什么东南战区的司令 给说这司令后来他们不承认 不承认中方不拿出来录音了 有这录音文档当时口头上就承诺了 然后他们说这个是他这什么西南战区 还是什么的司令 私自跟中国谈的 让他辞职了 让他下去了 这次中方要求 就是说这临时性的协议 要白纸黑字的写下来 咱们落在纸面上 这次的写下来了 所以反正中方说 在27日上午 在中方海警部门全程监管之下 非方进行了一轮的生活物资的运补 运送的补充物资 是在提前向中方申请的情况之下进行的 就提前告诉我们情况申请 然后经中方现场确认 我们要去了 确认 送的都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检查 然后运送的仅为人道生活物资 中方予以放行 当然这是中方的观点 菲律宾说狗屁 他们根本管不着 我们就自己想怎么 就没法弄 反正就这么搞下去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还是有协议的 因为这次落在白纸黑字上了 菲律宾当然反正还是比较强调 他们检查不了我 我们就要怎么弄 想怎么弄 这就说胡扯了 反正我就觉得这样下去 反正暂时先这么就过去了 因为美国方面压力也比较大 前两天我不要说了 美国方面已经命令菲律宾 就即使冒着跟中国开战的风险 也必须要运送 说我美方不给你运 但是我美军坚决在背后就支持你 你要不行 你跟他开干 开干 我们咱们就干 而且就是说保证 什么马德雷山号 也在于美非安保条约之内 就说如果对这场军舰发生了什么问题 美国也要参战 这个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 反正现在暂时来讲 就这么解决了 解决之后 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解决 不好说 中方也说 说菲律宾你不能每次都出尔反尔 每次都说了不算 对吧 口头协议 然后你说了不算 这次白纸黑色鞋来了 过两天你又给我变卦 你要这样的话 咱们就没法弄 但是我觉得 看看吧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从头对这件事 我总认为 小马可是毕竟是个政治世家 他不是一个乙剧演员出身 对不对 他来的 他不是来演一个喜剧的 对不对 他是来演一个悲剧 不是 对 他就是这喜剧 喜剧到最后 喜剧的最高境界 就是一个悲剧 要把你看抠了 对吧 这才叫一个喜剧了 对不对 你看乌克兰 把你看抠了吧 对不对 这是喜剧的最高境界 对不对 所以菲律宾 我不知道 我们看看 反正就目前来讲 能看得出来 习近平也怂了 也退了一步 对不对 如果我就说 你要是强行就不让送他 让要送他 开干 美国说了 美非安保条约 那你就干 那你怎么办 你要是不从 那就开干 现在看来 还是有点怂 双方都进行了一点妥协 双方都有一些妥协 菲律宾也做了一些妥协 如果真的像中方说的 就是每次运步之前 要提前向中方申请 中方同意了 然后过去之后为中方现场确认 然后才能给的话 菲律宾其实也做出了一定的妥协 对吧 双方都有一定的妥协 我觉得菲律宾只要没啥疯了 还是不愿意打起来的 对吧 因为如果打起来的话 我相信中国和如果当然我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引起中美就摊牌 全面大作战 但就算中美摊牌了的话 我相信受到最大伤害的 恐怕还是菲律宾 你知道吗 你就像欧欧战场上美俄算是摊牌了 但是最后谁受到最大伤害呢 应该是乌克兰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菲律宾一定要意识到一点 就是说俄罗斯在打乌克兰的时候 无论如何 他认为是本民族之内的作战 他认为这是斯拉夫民族之间的作战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 从普京到俄罗斯对乌克兰下手是非常有分寸的 尤其早 你当时现在已经打下来 打着脾气都上来了 对不对 早期的时候 你看你的正常的生活都不受影响的 对不对 但是菲律宾一定要明白 中国人和汉族对菲律宾没有任何一点感情 一定要搞清楚了 就是中国人在打这种仗的时候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俄罗斯他打了乌克兰 他想占一些领土 对吧 卢干斯克 顿借斯克 要占四个州 对不对 所以他会有一种的想法 就是说我不能打得太惨了 最后是我的 我要留下来 对不对 但是中国如果最后一定要打菲律宾的话 那是什么情况 就是说我上去七个哈啥一顿抽 抽完之后我就撤回来 从哪开始打到我就回到哪去 中方一直都能打让 肯定是不会占菲律宾任何一寸的领土 然后俄罗斯还认为 乌克兰基辅算是斯拉夫民族的文明发源地 对这之后多少都有所爱惜 对不对 但是对于中国来讲 觉得你菲律宾你是谁的 跟我反正没关系 对不对 反正跟我的文化一点不干着 你也不是我的人种 对不对 然后我也不想占你土地 所以你就要明白 就是说俄罗斯打乌克兰的时候 还有所收敛 中国如果打菲律宾的话 是没有任何收敛的 你懂意思吗 你懂吧 就是说句最难听的 到家的话 就算你这最后核污染了 关我什么事 不是你的事 你懂我意思吗 你明白吗 你像那种急速武器 对不对 你看你会发现这种急速弹 它其实是有一定的核污染的 对不对 你看俄罗斯用 不用 乌克兰反而在中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乌克兰局的这些土地 我拿不回来了 已经不是我的了 你懂吗 但俄罗斯局的这些土地 这些地儿活来 我还得治理呢 你懂吗 你明白吗 但是你菲律宾的问题 你要想清楚了 我反正也不想有些土地 烂了就烂了 你一定要想清楚 对菲律宾真的要想清楚了 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说 如果一旦拿一台 如果美国再参战的话 中国命令美国的时候 肯定是会比较容忍和让着 让所有的邪活 就都发泄在菲律宾身上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 真的要想清楚了 就是说你能不能承受 就是说最后美国把中国抽了 中国一看 忍一忍 然后把所有的气都带在你身上 你真的你要想清楚 真的要想清楚 很可能最后比乌克兰还惨 我不开玩笑 但很可能比乌克兰还惨 就这一次 就是说中国 就是说你从中级战争开始 老毛那种观点 共产党都那种观点 就是说这仗 你要嘛 咱就不打 要打的话 最少我要管30年 就这仗打完了之后 30年你都不想跟我打仗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菲律宾一定要想清楚 一定要想清楚 好吧 那这些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